副委員吳安 吳安 部長 我剛在那個樓上 我們衛環委員會 我在執行那個 我們的勞動部的部長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12年國教 現在要上路 12年國教的這個部分 那我在基層的時候 那鄉親在跟我提醒 那我們現在自協 在做的技術 財富 現在都找不到人了 像這個部分的話 那勞動部說他在這個 他可以用那個訓練的方式 用技職那個 就他不是在技職的這個區塊來開課 他說他可以再來幫我們民眾來設計 是不是來訓練這些學員 讓這些企業主可以來享用 我覺得這樣都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為什麼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因為技職的這個區塊讓學生 可以在學校 他可以充溫的去了解 充溫的整個狀況去掌握 而且在那個高中 高齒的這個區塊 那學生的那時候的年齡 他在學習的這個區塊 是最靈活的 那您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沒有幫那個 那個12年國教的話 我們像這樣的一個企業的需求 我們有沒有辦法來多開這個 直接來給他們呢 是我們當然有產學攜手的專班或相關 我普遍的先全面講 我們已經至少在上次給我的資訊 已經有57個產業工會 跟學校建構的平台 這個平台上就把他們的需求提出來 學校這邊就會用學成 會用相關的方式去培養學生 那這個已經在做了 而且我們這種類似的學生 我們也跟智協工會這些 其實也建構了這個平台 進一步的還正在談 希望未來其實在各個項產業裡面 它只要有一定的需求 這個需求不能滿足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構一個平台 請我們的區域的這些學校的 這些中心的學校去談以後 把這個班可以開得出來 這個具體在我們技職再造第二期 是很重要的一個 減少我們產學落差的 學用落差的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剛才您提這個 我們進一步的智協這塊也已經在談 台南事實上也有蠻多的需求 那時候我們也了解 正在進一步的希望形成一個機制 能夠讓這個需求可以獲得滿足 那最主要的這個部分 那部長這個企業年輕人到 我們這些學生到社會之氣之後 那我們不用去擔心22K 如果他有這樣的遺跡之長 我相信他到社會去依他的專業 他就可以馬上一個師傅 一個師傅 親切要做 他們有想要做 都也3萬以上 都也4萬以上 甚至他們還做到工頭 那就可以很有那個這個很有自信 來捍衛他的家庭 來得到他這樣的一個生產的那個 那我有幾個資訊跟委員做一個 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就是當自協這塊 我們過去也做了一些了解 這個了解是說 其實也蠻多是那種家庭式的 甚至我們要安排建教合作 通常有時候都因為安檢或各方面通不過 不過這塊我們還是做努力 像在台南我們也有一個案例 成功的案例是台南商工 跟台南商工跟台南高工 跟台南應用科大 也已經有一個攢學攜手 這樣子發展的一個program 在自協這一塊 所以我想我們會來持續努力啦 任何一個產業它的需求 如果在那裡 我們也了解以後 一定會想一些方式來做協助 這個是一個全面的 不是單一產業 部長這個可能就是要積極一點 加上包括我們的十點長照 十點長照以後如果說十點長照 我們政府一直在推行這個 這個我們長照的這一些人員 那如果相對的如果說從高中 高中指的時候 你在這個人員你把它培訓好的話 那應該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十點長照這樣的一個人員 我們的產值這麼大 我們的學生就不用擔心 有這樣的一個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危機 所以這個都因為各縣市 像各縣市的話 它的產業需求都不一樣 那在這個部分產業需求不一樣的話 您剛剛有講說 你有在每合說50幾個那個 57個產業 產業工會有在這樣的一個建議 表示他們就是有這個需求 那產業工會有在建議這個區塊的話 我也說您儘快的在我們 記者的職校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您就適度的 讓他們開這樣的一個班級 讓他們來讓這些學生 有真正的證照可以來考起 是 我們其實針對需求這一塊 現在其實做得比較好 過去其實需求是什麼 都不是完全掌握的 所以需求這一塊大概知道 需求就有量跟值的觀念 量我們基本現在掌握了 值的發展上學生比較有競爭力 怎麼樣去培養 讓他透過建教合作 透過這個都去做 所以這個其實都有一些 適當的班別來做 那當然如同您剛剛這樣講的 規模事實上當然可以做得更大 我想我們應該會來做持續的努力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希望說您跟勞動部 要有一個互動 在互動的這個過程 您就可以因為部長在大學的記者 比如說科技大學這個部分 您可能就比較清楚 那在記者的這個部分 職業學校的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我們這些高職的學生 在學校的時候 他就可以發揮他的所長 發揮他的專業 讓他在學校在高中職 在上課的這個過程 讓他們就很有自信的 得到這樣的一個證照的考起 好不好 好這一塊我想我們其實跟過去勞委會 現在勞動部本來就在努力了 他們當然透過資訊 或者說未來對於職能基準的奠定 然後證照的對於證照的這種 證能合一的發展這方面 我相信我們可以來協助我們 教育部好不好 來協助我們這些記者的學生 因為勞動部 勞委會深格為勞動部的話 我也希望說你們步一步 這樣的一個跨部會的 這樣的一個結合 我們其實勞動部跟經濟部 我們三個單位 過去都有次長定期會互動 把供需之間跟發展所要注意的事情 定期都會討論 有個平台已經建置 已經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了 這個部長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經濟 勞動 解決勞工的問題 我們三部最近還會邀 其他一兩個部會進來 因為經濟發達需要勞工 那勞工的話 必須要我們的職校來規劃 那也需要我們的勞動部來協助 好不好 我們這個在努力做 三個部會之間在職能基準 在這個進一步的合作 對於職訊的人才的培育各方面 共同來做努力 對於證照 到底未來考取哪些證照 正能合一的這些概念 其實都是充分的有溝通 也有在做 尤其關鍵的 就是我剛剛談到的供需之間 我們對於每個產業 到底需要多少人 因為這些有些比較成熟的產業 需要多少人是明確知道的 當我們知道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會積極的去做培養 對於新興的產業 或者比較前瞻性的發展的時候 那些是比較不一定能夠完全掌握 那部分我們也要做努力 兩塊大概都要 比較成熟產業 有成熟產業做法 對於新興的產業 或者未來可能發展的 我們也有我們的作為 因為部長您就 針對學生教育的這個部分 您把它照顧好 但是您許許相關 對我們的經濟 對我們的勞工的 這樣的解決問題 在你最前端的把關 你這個部分 佔了一個非常大的重要 一個位置 讓我們的學生出來 很有自信的參與社會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如果有興趣 其實對於他未來整個就業 其實有很大幫助的 你要做你喜歡的事情 如果你做的事情不喜歡 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那剛剛我再銜接一下 我們那個李委員 在詢問的 在學校我們有營養 是在把關 這個區塊 學生吃了這個 營養午餐的這個部分 還有學校很多個 進駐在學校 這個福利社販賣的這個 那個那個雞 那個什麼 那個櫃子 你買東西嗎 對福利社 福利社這個部分 那我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他一直在 我今天那個看到我們的學生 真的是肥胖的這個區塊也很大 因為我包括我們像那個建坦 那個QQ蛋那個 有學生在玩的這個部分的話 光那個QQ蛋那個甜度 就非常的高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不可以 我們也嚴格來把關說 要到學校去賣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也可不可以說 嚴格來跟我們這些學生 做一個把關呢 有其實這一塊 譬如說對飲料 對這些相關 我們有些規範 只有那幾樣 六七樣事實上 合乎規範的飲料 才能進去 其實有含糖成分多的這些飲料 其實基本上 是不能進入中小學的 那至於其他的販賣的 那一些其他的食品 基本有規範 那這個規範我相信 願意跟同仁談過以後 更有效的去 希望這個規範的執行 能夠有效達成 我想這一步我們會來做努力 因為在學校的時候 學生在運動這個部分 包括他們以後 那個身體健康的這個部分 他在學校所飲食的東西 真的是以後他的那個 整個健康是息息相關的 真的是也非常的圓勁 我從一個比較專案的角度 從他們的視力 從他們的蛀牙的問題 從肥胖的問題 從這幾項 我們其實有專案 現在正在去了解 看看怎麼樣能夠協助 讓這個問題不要再惡化 我們那個小孩子 年輕的小朋友 得到糖尿病 真的是頻率非常高 他有說 多姜只有開放多姜跟優格 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也希望說 您在做規範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飲料只有七項 這七項都是以為糖為考量 那這個部分的話 您也隨時應該做一個 那個抽樣檢查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還有部長 那今日的話 我們在日內瓦國際那個 花明展這個部分 我們那個穆斯科阿米阿基米的 那個國際花明展這個部分 表現都不錯 我們甚至馬來西亞 我們表現都很好 我們為什麼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好像學生這個金會的話 我們再沒有給他補貼的話 他們去參展的意願就不高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不可以說 對這些弱勢的學生 對這些弱勢的學生 我是堅持說 讓他們有一個那個以後 對他的整個家庭的經濟可以改善 真的家庭寄望 在這個學生的身上 也是真的非常的高 在這個部分的話 您可不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辦法 好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長期 其實是鼓勵學生參與花明展 因為創意的展現 其實很重要 我們的表現 不管從四大花明展 甚至IF設計獎 這些我們其實都表現 都是名列前馬 都是前幾名 甚至常常是第一名 那當然這一次就是說 我們其實現在更關注的是說 他有好的作品對不對 是不是事實上可以進一步的商品化 或者可以作為 所以我們現在事實上 也把不但只是讓他去得獎 而是得獎的東西 能夠更進一步的產品化或商品化 或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我們資源有比較多的是 投入在這一塊去做進一步的媒合 可是針對有弱勢的學生的這個環節 如果他出去是因為說我們的補助不足 會造成影響 這部分我願意再做一個檢視以後 看看是不是可以看做怎麼樣的 一個調整的處理 這一塊我來看 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是做過分析的 就是說事實上 因為已經補給性已經夠的情況下 我們資源畢竟有限的情況下 比較放在去做進一步的推廣的作為上去 那經濟部事實上也有一些補助 不需要有overlap的方式 不需要重疊的方式去做 那這一部分我想我會再做進一步關心 那我希望說不要說因為只有他的產品 他產品做飛機過去 他學生不能過去 老實講這樣不太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是一個歷練 我也希望他們能去 這樣又跟那個經濟部這一部分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在跨平台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步一步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你們多做一下溝通 把我們的有限的資源 我們要把它結合起來 好不好 好啦 我們完整的來做檢視 就是說看看我們除了做後段以外 前段的過去的作為是哪一些 可以再進一步補強的可以來做的 好 謝謝委員的提醒 那個記者學校真的對培養 我們這些記者的人 發揮創意很關鍵 創意獎真的是非常的不簡單好不好 是 謝謝政委員的關心 我會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再跟您做報告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我們現在